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线下学习语音合成的课程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在Windows下实现离线语音合成的这么一种方法 那么介绍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应急 就是相当于万一程序工作在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那么我们也是有办法把语音转化成 把文字转化成语音的 当然现在这个社会网络如此发展 没有网络的情况毕竟属于少见 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是没有网络的 比如我现在的工作环境 它就是没有网络的 全封闭的 这是个很奇葩的事情 在信息时代居然是断网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课程的其他内容 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下Windows离线语音合成 那么Windows离线语音合成 它跟我们这个项目的属于这种可加可不加的这么一个关系 我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想把它添加到这个项目中的时候 几句话就加进去了 但如果不想要这个功能的话 也可以不加 因为我们主要是基于这个百度语音的这个再现语音合成 那么Windows系统呢 它是自带的这个TTS引擎 从这个XP、Vista、Win7、Win8 到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Win10系统 它都是带这个TTS引擎的 那么我录课程用的是这个Win7系统 它默认是女生 它是提供了两种声音 但是两种声音都是女生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般的情况下是默认就会提供这个男生和女生 但是这个Win7下我做过试验 它两个都是女生 而且参数呢 也比这个再现语音合成呢 提供的要少 就是我们能改的东西呢比较少 我们这个在Windows下呢 也是使用这个Python去调用这个离线语音合成的这个引擎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PyTTSX扩展包 去调用这个Windows系统的这个离线语音合成的这个引擎 这个比较不幸的是这个Anaconda没有包含这个扩展包 我们要自己装 我们这个课程呢是 PyTTS开发Windows机软程序的这么一个扩展 所以呢这个开发环境跟上一个课程是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再介绍这个Anaconda怎么装啊 Eric Folls怎么装啊 这个Eclipse怎么装插件啊 这些通通都不讲了 这个大家去第一个课程那个开发环境单件里面去看 那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个PyTTSX扩展包之前呢 需要用从原码或者派完装 那么派完装呢就是很简单 这里打开这里面输入CMD 然后我们装好了这个Anaconda之后呢 直接就可以在这个空台里面运行这个PyP install PYTTSX 那么它会根据当前的这个Python环境 自动去下载最新的这个程序扩展包 它也会自动把这个所有的依赖关系满足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PyTTSX依赖这个Wincom插件 然后它会自己把它下下来 当然呢我们在这个Anaconda下呢 就是大部分ELED都已经满足了 都已经有了 所以呢就直接装这个就可以 这是用PyP安装的方式 那么因为我现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断网的 今天讲离线 所以我这个网络就没接 所以这个PyP呢 它是需要有网络支持的时候才能安装的 那么这样的你敲回车就可以安装了 因为我是断网的 所以我这里不瞧回车了 然后呢如果断网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从圆码安装 这个呢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一旦一旦没有网络的时候呢 可以从圆码装 并且可以离线合成云 这个不耽误大家使用 就是这么个意思 从圆码装呢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PyTTSX1.1这个圆码包 然后进去之后呢 按住shift键点右键 就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然后装这个呢 还是很简单的 setup.py 然后给它命令是install 这样回车就可以完成安装了 它会默认把这个扩展包装到我们这个安大看到 所在的这个路径上 那么这样我们导入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这里呢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也不给大家重复装了 那么大家按照我这个做法 敲到这里之后 敲回车就可以安装完成 那我就很方便 从圆码安装 我的大部分 Python的扩展包都是从圆码装的 只要它有圆码 我就从圆码装 圆码没有的 或者是实在是 不太好找的 我就直接从PyP安装了 因为从圆码装的话 你所有的这些扩展包 你看我现在这些都可以列在这里 你装了什么 没装什么 你都知道 然后你需要重复搭建环境的时候 也可以迅速的把它搭建起来 那么装完之后呢 我们 继续向下看 这个 PyTTSX呢 它实际上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它实际上是 通过这个Python的另外一个扩展包 叫Win32 COM 这个扩展包顾名思义 它肯定是只要在Windows下使用了 并且它是一个Windows的这个COM接口 那么它通过这个Win32 COM这个接口 去调用Windows系统内的这个语音合成器 然后呢 把这个我们的文本传递给它 那么由于这个Windows系统本身的这个合成器呢 离线合成器 它呢 提供给用户设置的这个参数呢 非常少 所以我们PyTTSX它能设置的参数呢 也非常少 它只能设置这么三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这个合成器选择 就是这个Voice的选择 就是朗读人的选择 它这个声音是可以变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音量 音量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输出音量 然后呢 这个朗读的速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那么 除了这三个之外呢 其他的就都不能调了 比如说你想换成这个音调换一下 比如说这个男生的声音发的尖一点 或者是发的这个柔和一点 这个就做不到了 那么使用这个PyTTSX合成语音呢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首先呢 就是初始化这个合成器 然后呢 设定这个参数 然后设定这个需要合成的这个文本 然后呢就运行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它这个合成器呢 有两种声音 但是呢 很不幸 它这个中文合成器呢 只能合成一种声音 也就是说 中文的合成器呢 只提供了一种声音选择 英文的话呢 是提供两种声音 然后前面也介绍了 这两种声音呢 都是女性发声 女性发声 所以呢 这个中文的时候 也是只有一种女性发声 英文的时候有两种 能听出来点细微的差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如何进行操作 好 我们先打开这个Eclipse 然后让它慢慢缓冲着去吧 也不能叫缓冲 它启动的很慢 我们一般是 import 导入这个包 然后呢 我们设定一个这个变量 叫robot的机器人吧 出线画 出线画完了 出线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调用它的这个 说话这个方法 叫robot.seye 然后先 先来段英文吧 回这之后发现没有声音 这是为什么呢 好 因为它这个seye方法 只是把这个文本传递进去 并没有运行这个合成器 那么我们还需要 这个继续调用它的这个run and wait方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了 fellow world 好 这个是默认的这个发声 然后呢 感觉不是很好玩 那我们 我觉得它这个中文发音 还是比较好听的 这个英文发音有点差 然后继续调用这个run and wait 笔线语音合成测试 好 那么我们 如果想这个 改变它的这个参数 好 我们看一下 改变这个参数 用这个set property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想把这个 说话的这个声音 改的稍微这么 合适一些 它这个rate呢 是这每分钟说话的这个 字数 那么我们 默认是这个 一分钟两百字 我们把它改成一百六 让它说话稍微慢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这个 笔线语音合成测试 好 这样的话就比较接近 这个我们人说话的声音 这个也比较柔和 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 然后呢 你如果觉得它这个 一百六十字 还是稍微慢了的话呢 那你可以再改成一百八 我测试的话 一百六和一百八 是比较 合适的 这么一个 笔线语音合成测试 对 一百六和一百八 一百八就相对于好一点 然后呢 一百六稍微慢了 那么一点点 笔线语音合成测试 它这个 中文发音 说实话是比较好的 并且它的这个 嗯 多音字的这个处理上呢 也也还不错 好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 有的时候这个 语音合成的时候 最怕就是这个 多音字 多音字有的时候呢 再好的合成器 它合成出来的多音字 也有可能读错 比如说我们这个 测试一下这个重新合成 啊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它就会读成这个重新合成 不过这个 啊 这是它合成器内部的问题 它把这个 重新如果认为是一个词组的话 那么它就会合成成重新 如果它认为这两个字是单独的字的话 就变成重新合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windows这个离线的语音合成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重新合成 好 这个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那我后面大家会看到 用百度的时候呢 有一些多音字的百度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也不要怪百度 这个毕竟技术 技术复杂度是在那摆着呢 这个 呃 开源免费给我们用的东西 人家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所以不要太挑剔 嗯 好 我们看到这个重新合成了 它发音发的很完美 重新合成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呃 接回到用数 我们再试一下它的其他参数 好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参数有这个速度 还有这个 好 音量 好 音量我去 查一下它的这个 OK 在这 Volume 那么它这个音量呢 实际上 是一个 浮点数 呃 参数传递给它的时候是一个浮点数 那么这个浮点数呢 实际上是到1.0就截止了 所以你这里的传递给它10.0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么我们就给它传个0.5吧 那声音是刚才的这一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重新合成 好 如果你再改回1.0的话 重新合成 能感受到吧 这个声音是有变化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更改它这个 voice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还是robot 点 好 这次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获取它这个参数 好 我们看到这个voices 就是说这个相当于是语音吧 语音它有两个 嗯 一个是在这个 呃 这是内存地址了 不拉不拉 在这 另外一个是在这 那么这是有两个 然后我们 来一个 旋环 哦 voices 把get了之后的结果 复制给它 然后是两个 然后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这两种声音有什么不同 啊 刚才我说了这个 中文的话就是一种 然后还是robot run and wait 测试 看测试 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一 基本上是一个声音 那么如果我们换成这个 英文的话 就能听出这个有所不同 放一个长点的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哇塞 这两个没有什么不同 呵呵 清晨效果基本上差不多了 啊 那么我们 把这个 看一下它到底在干什么 啊 这里边我犯了个小凑 因为在每一个voices里边呢 我需要设定这个 合成器的这个 用哪个声音去合成 所以我刚才没有设定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一样的 那么设定这两个声音 用哪个合成器去合成 是这样的 先要设定这个 然后再去合成 那么 刚才忘了做这一步了 在这个循环里边 然后把这个 setProperty 好把这个 robot的 我们的机器人的 这个voices 这个属性 用这个voices的ID 去替换 然后在这里再用这个 再继续合成 好 这次我们再听一下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K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两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我们有两个voices 所以这两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就是说 如果我刚才用中文的话 这里 中文的话 我先测试它是一个声音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好 测试合成器 OK 就一个声音 它没有另外的声音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能设置的这 三个参数 合成器选择朗读人 然后音量 脑读速度 那么很不幸的是 这个离线的语音合成呢 只有这三个参数可以设置 如果是想读长文本的话 比如说你想读一个小说 那你就要把这个小说 每句话都断开 然后用这个see方法 把这个文本传递进去 然后最后呢 再run and wait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能把这个声声的这个语音 保存为这个语音文件导出来 所以呢 这个这个离线的形式呢 就是 验过流声 但是呢 留下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声音呢 听完之后就没有了 不会有 不会以一个音频文件的形式保存下来 然后呢 刚才我们也验证了 这个中文合成器呢 只能合成一种女性的声音 英文呢 可以有两种 所以呢 选择性并不是特别多 这只能是在被逼无奈 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用这个 我们现在那个设备上的这个语音提示 用的就是这种 因为没有网络 我也没有办法去 使用这个在线语音合成 好 所以今天这个课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